嗨瓦仙 就在前幾天2023年8月15日晚上 NBA球星大鬍子哈登 James哈登在他中國星的途中 上了一場直播宣傳他品牌的紅酒 其實他在剛到中國時 就有自己開過直播推銷過自己的紅酒 但是整場直播只賣了1000瓶左右 但在這場跟瘋狂小羊哥的直播中 哈登準備的1萬瓶紅酒卻在不到10秒鐘就銷售一空 哈登老師自己的酒 哈登老師自己的酒 一會兒都會不會是1000瓶一樣 停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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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追加的6000瓶也被瞬間秒殺 不清楚中國直播帶貨威力的哈登 被告知幾秒就完售的當下 還很懷疑的跑去看了後台數據 確認烏烏後才開心的感謝粉絲 臉上難言喜悅之情 這就是讓NBA球星都驚呆了的中國頂級網紅瘋狂小羊哥的實力 他們光在中國抖音的粉絲就過億 外傳身價接近百億人民幣的他們 只需要10分鐘的直播就可以賺進上百萬人民幣 還因為粉絲太多帶貨生機太好 讓他們有意識的停播一陣子 並刻意減少直播的事數跟時間來降低熱度 雖然小羊哥是弟弟 但瘋狂小羊哥其實是指大小羊哥這一對雙胞胎兄弟 從小感情就很好的兩人從2015年開始製作影片 但當時他們還不紅 而是直到2016年大家剛剛看到的炸墨水影片 瞬間讓他們多了60萬粉絲 也加速了他們的成長 他們影片的內容多半是以大羊哥為視角來惡整弟弟 之後他們在抖音顯示拍了一系列惡整大羊哥 岳父岳母的影片 之後呢小羊哥變成一位網路成癮的少年 由哥哥及家人惡整他的影片獲得了大量的觀看跟好評 隨著影片越來越豁他們也越拍越多 除了有兩個漂亮的女友入鏡 他們也替家人增加了許多人設跟要素 像是被弟弟拉去打遊戲變成網影中年的老爸 暴力老媽 而隨著粉絲的增多 他們也在2019年開始了直播帶貨 不過剛開始他們的直播並沒有掀起太大的風浪 而是到了2021年小羊哥創立了 合肥三隻羊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後 在專業化的運營下 他們憑藉著喜劇效果極強的反向帶貨還有暴力評測出圈 直接給這個品牌棒直接拉黑 且因為他們極高的人氣他們可以拿到的優惠及價格通常都可以比別人好 甚至還有廠商為了宣傳產品不惜虧錢也要上他們的直播賣貨 又是可見他們的影響力 2022年一場直播中直播間竟然湧入了200萬的觀眾 不過這樣子的高人氣反而使他們停播了一個多月 隨後他們表示因為人氣太高讓他們有些害怕 所以藉由停播來降低熱度 而他們會這麼紅除了影片跟直播有趣外 也要歸功他們塑造的良好形象 從上面停播的例子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不是那種會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的人 像是他們就曾因怕會給小朋友帶來負面影響 而拒絕遊戲廠商高達2800萬人民幣的廣告邀約 他們對選品也非常的要求 而就算真的有比較不好的產品 在他們的暴力評測下往往也會現行 所以粉絲也自然的對他們的產品很有信心 且他們也積極的推廣自己國家的品牌 在他們直播中國貨的產品就佔了80% 他們也常常到山村幫忙推廣當地的農產品 開了許多場駐農的直播 更獲得了延安市駐農大使的榮譽稱號 最近在河北發生洪水災情時 他們更是慷慨的捐了2000萬人民幣 這些也都是他們擁有一票死忠粉絲的原因 但無論是怎麼樣的人只要你夠有名 你還是會遭到各種批評及面對各種公關危機 像是在他們捐款救災時 就有人質疑他們捐款只是為了抵稅 隨後他們在直播發表了恢復 表示稅已經繳了沒辦法抵稅 才讓這起風波平息 還曾經有一次小羊哥正準備要下播 但因為平台卡住了所以無法停止直播 甚至大羊哥就在直播中一直瘋狂的打小羊哥 本來嘛過往的影片跟直播中 大羊哥就常常打小羊哥 觀眾也都覺得只是在做作效果 但這次是在大羊哥並不知道直播卡住 不能下播的情況下還一直打小羊哥 只有小羊哥也被打出火氣 對著大羊哥怒吼 讓不少觀眾覺得大羊哥在平常生活中 也是這樣欺負小羊哥的 引發了不少對大羊哥的批評 而除了大小羊哥本身的事情 連他們的家人都傳出過醜聞 在影片中時常出鏡 甚至比起許多網紅都還要出名的羊爸 去年就因拍攝自己尿尿的地方的影片 在網上流出 讓羊爸跟小羊哥成為大家的笑柄 據網友表示 羊爸原本應該是要把不牙影片傳給女粉絲 但是不小心傳到了業主群裡 結果發現影片無法撤回 事後只能請群長解散整個群組 面對風波小羊哥在直播中解釋 羊爸是因為跟朋友出去吃飯 後來喝醉了 被朋友亂翻手機翻到這段影片 朋友覺得好玩才亂發到群組 他們也表示這件事情不能怪爸爸 要拍影片也是他的自由等等 但網友多半對這段說辭並不埋葬 事後羊爸也跳出來回應 而直播帶貨人氣如此之高的他們 當然也會有翻車的時候 2022年9月6日 風公小羊哥就在直播間販售一款洗髮水 並表示只要買三個洗髮水 就贈送一台吹風機吸引了不少人的購買 但也有人收到吹風機後 卻表示這吹風機既沒有中文標示 也沒有生產日期、生產廠家以及合格證書 是個來路不明的三無產品 一款雜誌還對這台吹風機進行了測試 結果才20秒這款吹風機就起火了 面對風波小羊哥被發現馬上把商品下架 但並沒有針對事件做回應 2022年11月中國知名打假人王海發布影片 指稱瘋狂小羊哥所賣的料理機跟絞肉機 有虛報功率的問題 王海表示 料理機號稱功率有300瓦但實質只有105瓦 而絞肉機也號稱功率有300瓦但實質只有120瓦 這也迎來不少人批評小羊哥跟廠商說謊 而且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 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有詐欺行為的 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 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 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 或者接受服務的三倍 也就是俗稱的假一賠三 也因為這兩款商品的銷售幾好 如果真的有廣告不實的情況 很可能要面臨上億的賠償 不過事情卻出現了翻轉 廠商一天就發聲明表示 料理機標註的300瓦是額定功率 但王海說的105瓦是指電機功率 那電機只是料理機的一個零件 聲明過後有人就指責王海 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搞懂就發影片提爆 但王海也拿出知名廠商威力 發文表示他們標註的功率就是指電機功率 雙方在各有說法的情況爭執不下 不過雖然有黃包功率的嫌疑 但事後兩款商品送檢後都有符合標準 所以這起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他們的恩怨並沒有因此結束 這個王海之於瘋狂小羊哥 就像藍拳媽媽之於老高與小莫 直接是搭夾人的王海 就從此開始瘋狂針對小羊哥的商品搭夾 其中包括宣稱防水的外套不防水 賣出18萬雙的銅鞋 磁吸級數超標169倍 千含量也超標8倍 一款給兒童用的面霜廣告虛假 且使用數據為表明來源出處 一款信念經宣稱是100%植物纖維 結果是100%化學纖維等等 在半年內就發了90多篇大甲小羊哥的文章 爆料將近10款產品的問題 但看似有邪海深仇的兩人 卻在2023年4月的一場直播中上演了世紀大和解 王海的直播中兩人不但連上麥 小羊哥還提出要開直播幫王海引流 並請海哥好好指導他們 原本要給海哥刷禮物的他們聽到海哥說刷禮物 他也收不到錢後 竟直接表示要不要加你直接把錢轉過去 事後雖然不知道有沒有真的收到錢 但事後王海也的確沒有再對小羊哥窮追猛打 不少人都猜測王海可能真的被錢收買了 小羊哥的財力跟影響力在直播界是眾所周知的 他們的直播也找來了很多的明星 像是曾智偉、王晶、汪峰、還有最近的哈登 他們之前也曾因赤字人民幣1.03億買下一間破產公司 照到拍賣的房產大樓被打量報導 就連倉上直播的大徒弟小荒 之前身上的幾百萬負債也是他們幫他還掉的 而也許是怕數大招風 他們不但做事謹慎也異常低調 像是他們就多次表示自己都有按時交稅 也常接受國家邀請擔任公益大使 其他像是捐錢、推國貨、甚至人氣太高還會刻意降溫 也讓他們不管是在大眾還是國家面前 始終維持著不錯的形象 只要一直 你看這個再把國資料都一直在 我也把機會都給你 在這個由多名大牌直播主陸續出事的中國 他們也算是十分罕見的商業奇才了 我是阿仙我們下次見 掰掰